台南县议会无建议院的 县议长吴建宝因为涉嫌透过手下 以暴力威吓十名中信金的球员 听指令打假球 不但被检方求刑九年 还被痛批是恶性重大的议会首长 那吴建宝这两天都待在儿子的家中休养 不过国民党在刚刚已经宣布了 撤上他的党籍 台南县议会议长吴建宝是这次假球案中 被起诉求刑最重的一个人 这两天他始终低调 没有公开露面 他的服务处接到不少 支持者的关心电话 他的儿子则代表老爸出面 接受大家的关心 他被求求求求他的答应 他没有跟我说太多 身为了他的子女 我是相信他的清白 根据起诉书指出 吴建宝涉嫌透过手下 以暴力恐吓胁迫前中信金的十名球员 执行他的假球令来打假球 如果球员不听指令 他不但把球员叫来训话 还做事要打球员 甚至把一排球员叫到KTV罚站 朝球员摔九平 今年59岁的吴建宝是国民党籍 87年当选台南县议员后 已经连任两届的县议长 不过他的从政之路是非很多 在2008年因为赌博罪被判刑五个月 坐牢15天后就获准一颗罚金 而2009年更因为曾文西倒采杀石案 一审无罪 检方目前还在上诉签赌案 被难捡球刑六年 现在又因恐吓球员打假球 被板捡球刑九年 更被检方痛批是恶性重大的议会首长 在职棒假球案很难全身而对 对于他的政治之路将蒙上重大阴影 在这里